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分享圣经人物亚伯拉罕下埃及 我们说过亚伯拉罕第一次的失败是停留在哈兰 第二次的失败是下埃及 因为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不久 迦南地就遭遇饥荒 结果亚伯拉罕的信心软弱就下埃及去了 为什么他下埃及去了呢 因为他面临一个吃饭的问题 一个信徒即便在临城上已经有相当成功的经历 并且曾经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但是仍然可能随时会跌倒失败 他在迦南地遭遇饥荒 这个是吃饭问题的试炼 好像很平常 其实十分的考验人的信心 当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以后 人很容易会产生一种思想 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迦南 已经顺从神的旨意 现在神就应该赐福给我 因此他可能就会认为应该得着神的眷顾和平安 可是就在神所应许给他的迦南地呢 竟然遭遇了饥荒 在他行完了神的旨意之后 竟然不是蒙福 而是受祸 所以在重大的打击之下 或许亚伯拉罕的信心动摇了 终于走向埃及 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遵从神的旨意 就一定亨通平安 这是不一定的 如果神能够引领亚伯兰从弥索拨大米走到迦南 难道神不能在饥荒的日子眷顾他吗 虽然显然亚伯拉罕没有在这件事上 专心依靠神 今天许多的信徒 也都应暂居埃及的试探而跌倒 圣经告诉我们说 将近埃及 亚伯兰就对妻子说 我知道你容貌俊美 埃及人看见你必说 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应你得平安 难道亚伯拉罕在迦南 就不会有同样的危险吗 难道只有埃及人 才会这样杀他吗 真正的原因是 现在下了埃及 亚伯拉罕的灵性有了问题 一旦一个人离开了神的旨意 忧虑就会增加 感谢神 幸亏上帝暗中看顾 降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 拦阻他取于撒拉 这样亚伯兰才幸免于难 但是仍然受了法老的斥责 被逐出埃及 可见亚伯拉罕这次的说谎 其实所传的祸实在不小 不但被自己招来灾祸 而且可能严重的损害 上帝应验他的应许 在埃及被逐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爱心的管教 所以盼望我们从亚伯拉罕第二次的失败 学到功课 神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